立法院反服貌行動學生人數越來越多 聚集立法院內外也有許多教授學者 都紛紛到現場替學生加油打氣 輪流上台演講 直接上起街頭公民課 還有律師教學生怎麼樣面對警察驅離 何謂不合作的運動 對於這場學生抗議行動 有不少人認為學生的本分 應該是要好好讀書 不應該參與這項活動 帶著學生參與活動的 東華大學教授謝若然則認為 這是一場難得的遺地教學 也認為學生透過實際的參與行動 是民族的表現 我覺得這些可能教育的意義不雅於 就在課堂上受教育 那它的實用性可能會是更高的 這是一輩子受用的 那我們並不是完全的否認它不能有 可是我們必須要一項一項主義的討論 因為它的利弊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當它是同胞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不到它背後的東西 尤其裡面有很多的產業直接去衝擊到我們原住民的生計 在場許多學生專心聆聽著台上演講者對於福茂的分析和看法 在台下也透過分組的方式試圖討論福茂簽訂的過程 什麼才是合法以及對於台灣可能面臨的影響 許多參與的學生認為生活在台灣有很多事情是連帶影響 從課堂跑到立法院實際參與學運 就是不希望社會變得冷漠 我覺得我們要追求的不是 除了功成名就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對這個社會冷漠 因為這個社會孕育著我們的成長 但我覺得有時候很多時候 這些東西透過課本來講的時候 它不見得是這麼的真實 你看過考試期中考完就忘記了 但是我們透過親自參與 親自的落實 我覺得這個記得是一輩子的課程了 到現場體驗 見證公民運動的學生和老師 都認為透過這樣的戶外公民課 除了是更深體會民主 更能夠深入討論福茂協議簽訂的程序正義問題 記者 打印巴掌課把號立法院採訪到